第十五届西湖日月坛两湖论坛 7月17号在杭州开幕 县长许淑华率领文化局长林龙森 农业处长苏瑞祥等重要人士 以及包括议员蔡孟儿、唐晓芬、黄世芳、林如阳等参与交流 会中在许县长以及杭州市长姚高远等重要贵宾见证下 南投由县农会总干事曾明瑞代表签下四亿元的茶叶订单 无论他已经十五年了 再来也是来看看老朋友 所以我想浙江省我们在观光还有农业可以继续生化的话 这个对南投来讲在观光上面的注意也是很大 那尤其刚才也透过我们县农会跟在地的企业 那也签约了四亿台币的金额 这个我想对我们南投的农民也是一个一大的加因 这次两湖论坛参与人数超过了300人 现场相当热络 主论坛由浙江大学首席研究员胡晓芸 以及中华茶艺家研究协会理事长陈玉婷主讲 茶与城市文化品牌 许县长开心地表示 除了让南投茶扩大登陆行销之外 也希望在文化、青农等等议题方面进一步推广交流 今年的两湖论坛主论坛 以茶香漂两湖牵手谋夫子作为主题 就是希望以茶为美 以茶联谊 以茶信念 以茶复明 全盛时期光是杭州市一年的百姓到南投游玩的 一年就超过了100万的人次 所以我想在后疫情时代 南投县我们也推动了很多新的景点 还有包括了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到日月台 再去走走的 我也希望把这些新的景点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 那这次我们也听到了就是很多的好朋友 希望我们未来着重在一个青年农民的部分 那这个也是我们推广的重点 由双方签署南投农特产品及加工品采购一项合约 陆方将向南投采购总计新台币4亿元的农特产品及加工品 合作对象包括福一堂茶叶集团 少请科技公司各2亿元 是近年来两岸最大一笔茶叶销售案 会中也发布南投县茶叶统一标示 针对南投茶叶在对岸销售的溯源机制 联合识别推广分级等等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记者曾光佑杭州市采访报道